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从今天开始啊 我们将为您播出为期一周的系列节目 在这一周里呢 我给您讲的事您一定爱听 因为这些恐怕都是您听说过 哎可还真是不怎么了解的东西 得了我爱不卖关子了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说的呢 都是名贵中草药 人参 鹿茸 灵芝 雪莲 虫草 怎么样都很珍贵吧 可这市面上呢 还真就有便宜货 您能分辨吗 我们今天啊 先来认识的是人参 咱们老百姓都知道 这秋天呢 是进补的季节 不少人每到这个时候 都会买些中草药 炖鸡熬汤 补养身体 我今天啊 就拿了一颗完整的人参 您看啊 叶子还是绿着呢 我们都知道人参的是好东西 它被称为是百草之王 是东北三宝之一 可是市场上的人参呢 动辄就是几千上万的啊 咱们老百姓可是轻易买不起 那如果真要买的话 到底该买什么样的 能随便就吃吗 吃了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说起来啊 需要解答的问题 真是太多太多了 现在呢 咱们先和记者去参加一场拍卖会 看看这人参到底有多贵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三届 中国吉林长白山参王拍卖会上 记者惊奇地发现了这样几颗人参 据说他们的价值不菲 那这样的人参能值多少钱呢 这颗今年八月踩自长白山区的 野山参王01号 一出价就是30万 这么高的价格 会有人买吗 好家伙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 已经增加了20万 这人生为什么如此受侵略 照这样下去 那得卖出多少钱呀 85万 这个价钱已经接近起拍价的三倍了 这是不是最终的成交价呢 5号 第1次 5号 第2次 86万 5号 最后一次 成交 恭喜你5号 这颗野山参王01号 最终以86万元的价钱被人买走了 拍卖会上的野山参可是真够贵的 是因为野山参很稀少 还是因为它本身很神奇呢 我们知道 从2000年前就有了关于人参的故事了 也许您还记得人参娃娃的传说 人参娃娃用自己的歌声 唤起来一颗大人参 要帮小长公还一辈子的账 当地主看到小长公拿出来的人参时 连连感慨得到了宝贝 您瞧 地主看见了人参 就像是看见了满眼的金子那么高兴 咱们再看看电视剧 闯关东中的传舞 偷吃人参的情节 他吃了之后 很快就流出鼻血 他还以为自己要不行了呢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个草根一样的东西 有多么的值钱 他到底值多少钱 俺赔钱行不 要说赔 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 传舞因为一颗野山参 差点让朱甲倾家荡产 您看 这野山参可是真够邪乎的 其实啊 关于野山参 还有更邪乎的事呢 古代一根山参还掉一辈子债 现今一根山参价值八十万 八十六万 神奇稀少 价值连城 山庄奇异现象叠出 飞鸟大蛇鞭能否觅见人参踪影 请继续收看 一根草药八十万 您看 这片位于大连西郊的山林 看似平常的山上 有三层防护网的石刻保护 还有红外线监控器 二十四小时停看 保安队员牵着凶悍的警犬 不停地巡逻 这是要干什么 是什么让山林的主人 如此小心戒备 又是什么让这里的保安 如临大敌呢 经常这个晚上黑天的时候 听见有这个鸟叫 我们正常往上走 看前面有一堆黑乎乎的 像一堆石头似的 我也没太容易 拿棍儿 还是微信封了一下 哇 出来个大蛇 整个那个蛇的脑袋 全部累积 能有这个一坨都高 我看蛇一翘头就被他来了 他俩也找不到道 顺着山就往下跑 当时就给我下跪了 从山顶上 连凸都再滚再爬 特别狼狈的 那个大蛇几乎有这个 我的手盖 比手盖还能粗一点 这事情啊 听起来越来越玄乎了 又是鸟又是蛇的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和人生都有什么关系呢 发现了这个一片人生 发现这个十二棵之后 我上岩走又发现了三棵 可就算是有人生 也没必要这么戒备森严吧 他们是不是过于紧张了呢 哎 您朝这一段 几天前的监控录像 这两个人鬼鬼祟祟 来到铁栅栏边来干什么呢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就是进来投身的 有很多人在站在外边 去找人生的 山庄这么大费精力的 去严加防范 这个山林里 到底有什么样的人生呢 这事啊 还得从2004年说起 我上山 也才发现 就是这监控录像啊 很奇怪 这么一棵花 特别细 就给它 都扣起来 这个自称 发现人生的人 叫鸡船法 在他拿回这棵 奇怪的草之后 周围却没人相信 他们很奇怪 都不相信 有这么一棵 第二次 又迎他们来 丢挖了一棵 鸡船法 又到山上 挖回了一棵 这回大家 能相信 他在山上 发现了人生了吗 因为我老家 是吉林的 找到这个鸡船法 找到一边之后 我到西边 沟又找 又发现了 一片小人生 之后又发现 两个姐妹生 就双胎 发现了这个 七屁的身亡 这个老发说什么 七娘未神 八娘未宝 要是他要达到八娘 那属于宝贝了 无价之宝了 既然是无价之宝 山庄的人 很快就把发现的人生 用铁瓷网保护起来 那么山庄的人说 发现了七匹叶的大参 这七匹叶 又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真是七匹叶的野山参 那么要多少年 才能长成这个样呢 野山参的话 上百年几百年 都有可能 近年来 野山参日趋减少 出于对这些人参的保护 山庄的人 并不会把它挖出来 判断年龄 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现在的人参 都是出产自长白山的 为什么大连会出现野山参呢 野山参呢 一般来讲啊 是在这个原始森林 增阔叶混浇里 海拔六百米到一千多米 这个之间 如果人工种的呢 成行啊成片啊 大小都差不多 他这个不是 他那个山坡是朝东 就根据我们这个经常挖山的人的经验呢 就这个东坡 这个人参比较多 在这个明朝以前 整个辽东半岛都出产人参 现在这个植被恢复以后 这个人参它又有了 再有一种就是人参它有潜伏期 所以它呢是野山参 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还有一个问题 让人不太明白 人参和工队长他们听到的鸟叫 遇到的大蛇 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连游人参鸟呢 也不奇怪 因为它吃人参果啊 根据叫声在哪个地方 上哪个地方就能找到野生参 这个大人参呢 它有人参果 人参鸟愿意吃人参果 那个鼠类 它愿意吃人参果 蛇呢 它愿意吃鸟 也愿意吃鼠类 它在这干啥呢 守株带兔 因为还有种说法啊 就这个蛇呀 它舔食这个人参果 它生长在长白山深处 它来自美丽大雪山 它正在茫茫丛林中 它 源自灵动的路 传说中 它们能起死回生 延绵益寿 现实中 它们却鱼目混珠 真假难辨 神奇的中药材 地铜饼饼干 上海资瑞食品 恒酒流传 天之恒 河蟹龙虾资料 中国名牌产品 金康达 专业油品味 摇海床垫 紫茫莉莉出美人 紫茫莉与荣贝 自然放养 无公害农产品 镇灵土鸡 自然放养 无公害农产品 镇灵土鸡 凉茶清口味 波龙山百合凉茶 清新自然天活力 凉茶不要百合味 波龙山百合凉茶 为健康生活加油 康邦美味野生核桃油 白光 紫气 飞鸟 大蛇 奇异现象 笼罩山庄 铁网 栅栏 监控 保安 惊陷人参 被保护 神奇 西少 野山参踪迹是否难寻 蛙参是否容易 请继续收看 一根草药八十万 自古以来 采参就是一件苦差事 那么为了减小蛙参路上的艰险 蛙参人会做些什么呢 在入山放山这个蛙参之前 祈求啊 山上那蛙参保佑 保佑放山人进山以后啊 能够挖到人参 而且能够平安的回来 等进山之后 发现野山参的蛙参人会大声喊 棒吹 棒吹啥意思呢 就是人参的意思 其他人呢 马上就就问了 什么货 这叫街山 那发现了人参之后 到底该怎么挖呢 在长白山深处的原始森林中 记者找到一位八十岁的放山老把头 丁大爷 看看他是怎么挖参的 山路定不好走 丁大爷时不时要歇一会儿 转了半天才找到一颗人参 可是刚走到人参旁 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有一条蛇盘踞在人参边上 当地人说 看他身上的花纹就知道 这是条毒蛇 然而丁大爷却毫不在乎 似乎他一到 这条蛇就爬走了 丁大爷在人参边上 并没有马上挖身 他先在人参两边用树叉支起个架子 再用一根红绳把人参固定在架子上 难道他怕人参跑了不成 这个红绳叫傍睡锁 就是把人参锁住了 他跑不了了 只见八十岁的丁大爷 居然跪倒在人参前 拿起一根乳白色的小棍开始挖身 他用的是什么东西呢 签子一般都是鹿骨做的 叫鹿骨签子 也叫快当签子 丁大爷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还趴在地上用着鹿骨签子挖身呢 原来这又硬又小的鹿骨签子 可以帮挖身人完好的挖出人参须子 足足几个小时过去了 才把这颗野山参挖了出来 丁大爷说 挖出的这颗人参 至少也得值几万元钱 可答案老百姓该问了 既然一颗野山参就能值几十万元 那市场上为什么还有便宜到几十元一公斤的人参呢 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呢 第一个因为现在我们技术比较成熟了 我们已经是规模化的种植了 产量上来了 第二个呢 它生长的年限相对的也不长 五六年就可以去市场上卖了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说功效会跟原来的野山参 会有好多的差别 比如说我们现在测的人参造肝呀 人参多糖呀 等等其他类的成分呢 要比原来的野山参也要低 您看 这就是晒干的野山参 这呢是人工种植的原参 看起来比野山参可肥壮多了 这就是原参 这是参路 这是参顶 这是参 这是参须 下面是参腿 在市场上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药材 卖主说 这叫玉竹 您看啊 它跟人参长得像不像 会不会有人拿这些相像的东西充当野山参呢 如何分辨真假野山参呢 更多的是拿原参去冒从山参 为了好看 好多的原参接在一块冒从一个山参 原参的碗它是大碗形成的 原参的碗迷度不一样 看剪刀 原参的剪没有碗 这叫吸碗 紧疲吸碗 社会上有些造假的 可以把这个碗用刀子累出来 用高门酸茄把它洗上 也看着是碗 少一细细就能辨别出来 在江看徐 原参的徐条是清洗 它不很烂的 盘徐的时候还要盘资助点 因为山参在序上有震助点 这原参和野山参的区别还真是不少 我拿的这颗就是原参 它颗头也不小 它是在地底长了六年的 而野山参在野参环境中 怎么着长这么大 也得二十年以上 也不知道我们的记者听懂了没有 这不 他马上就要到吉林省府松县万良镇的人参市场去转一转了 到这个全国最大的人参集散地试试眼力 看看市场上都有哪些人参可选呢 一来到市场 记者的眼力似乎就不够使了 一堆名词都冒了出来 像什么老池底子参 林下参等等 山参怎么还分这么多种呢 到底什么样的才算野山参呢 气氛就包括第一个纯野生来的纯山参 长在野外人工没有干预 它的子就是种子 也是靠什么风啊鸟啊兽啊去传播的 整个这个过程没有人为的干预 这样长出来的这个人参 我们就叫野山参 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人工种了 当时在野生环境里头长的叫林下参 一种叫紫海 我们可能还听到了第三种就是池底生 池底生就是人工栽培这个人生的时候 落在那个深池里头的 又让它长了好多年 那还有一个问题 这么贵的野山参 咱们买回家又该怎么保存呢 放时间长了 还能不能吃呀 低温干燥 一般就跟其他药一样 不要有阳光照上 条件合适的话 你放了比较长的时间 吃应该效果影响是不大的 在水参市场里 我们见到了刚挖出的原参 像这种原参有五年森林 那只要二千一年 十块 而这里的干参市场上主要是原参 直接晒干的原参叫白参 蒸饰后的原参叫红参 在产地之外的人参专卖店里 或者药菜市场上 咱们老百姓最常接触的 就应该是这种干参了 那咱们老百姓该问了 这人参该怎么吃呢 如果像电视剧闯关东中 传舞那样 吃完了人参 是不是就会上火流鼻血呢 这是人们对人参有最大的误区 所以它就使很多人 对人参望而却步了 只要不超量 每天三克左右 那么它不会上火 还有人说夏天不能吃人参 实际上夏天不超量的话 三副天吃也不上火 这一天三克是指晒干的原参 那又该怎么吃好呢 原参呢 在使用的过程中 经常是浮方使用 配合使用 寒话呀 或者说我吃粉呀 更多的就是泡酒 而如果是野山神 该怎么吃呢 吃下去对身体能有多大用处呢 严重羞祸的这些人呢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超量 找我一点度过游不急嘛 如果您要用人参急救 那可要遵从医主 自己乱吃 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 总之好东西 一定要用到该用的地方 好了生活流期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别忘了收看我们的系列节目